在錄音室内练习唱国歌 仔细一看 这不是中华职棒早期的三大强头 谢长亨 康明山跟黄平洋吗 出过唱片的黄平洋 看起来一派轻松放得最开 相较之下 康明山有点紧张 自称歌喉不好的曹总谢长亨 看着手机不断点头打拍子 似乎还是有些害羞 至于人气最旺的兄弟像 当然以假日飞刀手 诚意性为代表 520就职典礼 充满浓厚的体育元素 找来中职创始四队的墙头 领唱国歌 服装同样不能马虎 到西服店全都换上 笔挺的黑色西装 谢长亨贴心的帮康明山打领带 诚意性再度发挥幽默本色 身为狂热棒球迷 准总统赖清德在脸书表示 四位球星成为台湾棒球 投出无限希望与荣耀 能够邀请他们参与就职典礼 是莫大的荣幸 要大声唱国歌 史上最大巨幅国旗 当然不能少 国军一共派出十二架直升机 除了一架契努克 和两架黑鹰的国旗小队 悬翼小队有各三架 阿帕契与超级眼镜蛇 这两型攻击直升机 海军S-Gradon C反潜直升机 更是首次加入编队 成为一大亮点 在接近时的相对速度 而就职典礼开场表演 也在七号彩排 除了各项精彩杂耍特技 还有三层的人体跌落汗 不只展现台湾民间的活力 也希望透过群先下凡的戏曲节目 在520当天能刺服全台湾人民 华人新闻经科风波 风景涌起 台北桃宇 综合报道 哈喽我是易景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